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使用假货引起争议的网红冲击啊 昨天上传了道歉影片 并将于巨部以及IG都转换成未公开了 昨天晚上,从家上传了标题为 从家一米达的道歉影片 最近发生的使用假货争议都是我的错误 身为拍YouTube的人应该要更加注意自己的所有行为 但是我毁损了品牌的价值 让很多姻缘我的人失望了 真的很抱歉 一开始是觉得很好看就买了 之后就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沉迷于其中 现在真的很后悔 想到过去的我真的觉得很惭愧 当有很多人关注我的时候 我必须要更加回顾一下我的内心 但是我太集中在表面的从击而乐 对于大家的指责 我每天每天都有反省 这全部都是我的错 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批评我的家人们了 对不起 我们来看一下航空网友们的反应 反正会在六个月之内回来的吧 那期间好好反省吧 过行的不要说 不喜欢就不要给关心就好这种话 这不就等于在说 就算是诈骗的人 只要没给我上回就不要说什么吗 买着假货自以为是 还用那个来赚钱 虽然不能说是很大的犯罪 但是确实是很有影响力的诈骗犯吧 不知道为什么要护航 道歉文太奇怪了 不只是使用假货 有人质疑是不是假货的时候 说是自己在百货店买的 告诉他正确大手的时候 还嘴了那个人 买了假楼历史之后 发文说我竟然flex了 一直把假货当成是真品才是问题 居然一句都不提 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护航的人呢 虽然可能是避开了法律责任 但是用诈骗赚钱是事实 只要反省就可以了吗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网友们留言 酒驾吸毒的艺人也没有这么被骂 现在骂从家的人 不要以为你们是在行侠仗义 只是因为有趣再酸的人 真的很恶心 都道歉了 下架了影片 说会反省 说实话他还能做什么呢 所属公司一直奇怪的声明 将事情更恶化了 应该是公司要道歉 从家真的是该做的都做了 反省后以后怎么不可以回归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想要置一个人于死地呢 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对假货也深思了一下 希望能够好好反省 以后用更好的影片回来 对于从家的道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被粉丝们称为是 这首歌就是 昨天发表的 Pentagon新专辑的收录曲 The Game 只要听的人都觉得 这首歌太疯狂了 所以就叫 百文不如一见 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除了这首歌之外 主打歌 菲林莱克也是非常好听 希望大家能 满关部 满关部是 是在韩国饭圈 使用非常多的网络用语 所以 Thank you 满关部 不是不是 Pentagon 满关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hiny 从小系的 两组长得很像 亲兄妹的成员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